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产生的就是我们的 等于这个刮乎自串 清除 所以这个输出的话就是里面的资料 第一个因为他找不到,所以他跳过,跳过就保持空的 换下一个 清除另外一个刮乎自串 那再来的话呢,我如果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是按按钮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是插入函数 在这个里面呢 会出现一个叫使用者制定,特别注意 那因为目前我没有加任何的方式 没有在VBA里面写任何的方式 所以呢他不会有使用者制定这一个 类别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 当你怎么样 在这边有没有 所以我先用复制 在云端上这一段 Ctrl C 头跟尾 注意一下 Ctrl C 然后再到VBA Ctrl V 如果你的模组里面 特别重要,模组里面 有一个以上的方式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跳出什么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什么不一样 插入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 使用者定义 才会出现 这个是说我刚刚在模组里面有方选 他才会有 好,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找到这个模组里面 有没有函数 就是刚刚那个方选名称 叫什么呢 刮胡 字串函数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刮胡字串函数 他会自动帮你带到哪里呢 带到这边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会自动有一个引数 这个引数呢 就是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请给我一个什么呢 你要抓刮胡字串 那个储存格的位置啊 所以我给他什么 给他A2 有没有 所以A2帮你带过来 那实际上特别说 方选跟刚刚那个Sub完全不一样哦 这个方选是 互动式的 他会跟使用者要资料 然后呢 要完资料 帮他处理完之后 返还结果 到 他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会有一个互动哦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 返还什么呢 没有东西 有没有 向下填满 而且 这个地方呢 还需要自动帮他向下填满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A2会变A3 A4 自动抓他旁边的东西 自动判断 有没有资料 OK这个是 自立函数的一个 将来你写完的流程 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写出这样的自立函数 OK这个才是关键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未来当然插入函数 你如果说呢 里面有写才会出现 如果没有当然就一定没有 OK来看一下 那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删掉一下 重新来过 1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一个叫什么 刮糊自串函数 游标放这边好了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做刮糊自串 打一个函数好了 因为我习惯 这个名称当然你可以制定 不一定要打中文 打英文都可以 OK 那这个名称 再来第2个请记得 一定要改成方选 不能用Sub 之前同学 我忘了改方选 用Sub 奇怪什么老师 插入没有使用者定义 我一看 你这Sub怎么会有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方选 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他会帮你产生什么 一个方选 end function OK 那第2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呢 我们要跟使用者要资料 要什么资料 请你在这边打一个 使用者给我一个资料 那这个名称的将来会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使用者会选一个东西给你 有没有 比如说刚刚他选了一个 选了这个A2 对不对 他会把资料放在 这个 这个里面 暂存在这里 那我将来怎么做后续的处理 其实呢 如果刚刚我们已经写好 上面的这一个Sub 其实呢 后面都不用写了 你直接拿怎么样 拿 刚刚的Sub 来修改就可以了 其实他逻辑上很多一样 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 特别注意 那至于改哪些地方 我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个我可以参考 上面的东西 那怎么改 Ctrl C好了 然后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我先把那个 缩排再往前一点 因为他这个缩排位置 太后面了 那如果我要让他往前的话 可以按Sub加Table 再往前一点 因为这样会感觉 我习惯一定要这样做 好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原来我抓资料 是直接什么 去储存格抓 是Sub的做法 那方学的话呢 是由使用者给你 所以你只要看到 Sales 这个I 的A栏的话 请你全部改成什么 改成资料 所以 把这边全部都改成资料 因为 使用者会给你一个资料 你再去做判断 所以赵大鹏过来 赵大鹏找一下 有没有钱刮壶 没有 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输出结果 输出给谁 原来是输出到 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请你把指定的储存格 在这个部分 记得改成什么 这个函数本身 因为 结果会先丢到函数 函数会暂存 再丢到你现在 游标放的指定位置 所以记得 返环的地方 请你把这个方悬名称 复制 把它 写到前面 把结果怎么样 写给 这个函数 OK 这样的话 程式写完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大概就记一下 刚刚我只有把什么 把上面的部分 记得 不是全部 是不包含 for回圈 回圈的里面 为什么 因为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自动向下填满的 而不是 靠那个按钮 自动帮我 从头跑到尾 所以两者可能 哪边差异 慢慢要体会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改了什么 本来 Sales A 改成资料 因为我是从使用者 给我的讯息 而不是我自己去抓 再来 返环的结果 是 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其他大家不用改 再来的话呢 我就 游标放这边 插入一个 有没有 函数 字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他问你说 资料在哪里 指前面这个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放开 你会发现 很接近的 但是 好像有一点 不完美 什么地方呢 奇怪 为什么这边是零 零呢 OK 特别注意 那我们回头来看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 A不等于零的话 才切割 可是如果A等于零的话 表示找不到 那找不到 他跳过 跳过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处理到什么呢 返还任何东西给 这个 关乎赚函数 如果呢 什么都没有给他 他预设值是零 所以函数 预设值都是零 你如果 什么 什么动作都没做的话 他就一定是零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 比较简单的 干脆在这里讲 写个else else的话呢 就反之 反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有找到 如果有找到钱瓜糊 的话 再切割 反之就是找不到钱瓜糊 找不到钱瓜糊怎么办 很简单 赋予一个值给他 赋予什么值呢 空置串 空置串 给他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不会是零了 因为他预设是零 你如果没有处理他出来就是零了 所以呢 如果你反之的话呢 就丢一个空置串给他 那就加一个这个就好了 我来试一下 如果做完之后呢 你游标一样放在这个储存格上 这个资料编辑列上 打勾一下 他会帮你重整 有没有发现 原来的零 就通通不见了 意思是说 如果什么都没找到啦 那我就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就好了 OK就这样子 所以这一段程式呢 请各位试一下 在云端上也找得到 最好是可以啦 你可以利用刚刚写的东西 改改看 好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 VBA的第2种形式 第1种形式是按按钮 第2种形式呢 是 制定函数 那其实 工作里面 很多地方都需要 制定函数 为什么 因为很多 以SEL里面本身提供的函数 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就有必要 制定一个函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函数 如果制定出来的话 你 平常做的工作 其实 就可以一个函数 就可以搞定 所有一切了 所以其实 很多行业别 现在也出现 有一个工作 专门在处理什么 帮 这个公司里面的 这个 人员 再帮他撰写什么 制定函数 不过 这种人员 他名称 现在 也还没有一个 很确定的名称 这个职称很特别 他当然是增加 效率的 可是 以往可能都是 IT人员 现在的话 变成说 IT人员他处理的事情 他没办法处理这一块 所以 需要另外一群人 这个名称 现在 各个公司给的职称 都 不一样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 慢慢 这方面的工作 需求 也会越来越增加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 那 刚刚的那几段 总共我们有 VBA总共会有三个按钮 所以有三段程式 再加一个Function 那这四段程式呢 在云端上都有 所以请各位 慢慢 还要习惯 所以 未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那个云端白板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程式撰写 比较慢的同学 反正你就 暂时先用云端 把它复制贴上 或者说 贴完之后呢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来改 那回去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找个时间 自己重新 再慢慢打过 可能花的时间要非常多 所以甚至可能会 比上课三个小时时间 还来得更多 OK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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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